105特殊造型实体 我们来看图 这边是等角式图 这边是上式图 其他两个都是婆式图 我们从上式图来处理 点选深藏填料 选择上基准面 点选矩形 用中心矩形 画一个矩形 然后呢 这边是192 然后这边是 240 确定 然后呢 这个高度是16 那个推拔角度是30 来这边16 这边30 确定 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挖这个直辖草 点选除料 选择这个面 来那我们这边画一条建构线 垂直的建构线 然后利用 原心起点终点直辖草 画一个水平的直辖草 然后呢 这边 这个距离是96 然后呢 宽度是32 然后这里到这边边的距离是48 好确定 然后这边选择完全贯穿 确定 好 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画这个部分 来这部分他告诉我们这里到底部的距离是64 所以伸长填料 我们选择上基准面 一样画一条 从中点画一条建构线 垂直建构线下来 好 好 然后呢 画中心举行 好 然后到这一个点 好 然后呢 这一个边到这个点的距离是80 好 确定 然后高度是64 好 确定啊 好 出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要把这部分挖掉 所以这边用草图 选这一个面 参考图园 这个面就好了 确定 确定 好 然后呢 再利用草图 选这一个面 好 这边画一条建构线 垂直的建构线 好 然后呢 这边用线 画这个部分 好 那这边 垂直向下 然后画一个弧 然后通过这一点 这一点 然后垂直向上 通过这一点 然后再回来 这一点 好 然后这一个呢 这一个 跟 这一个是水平 好 然后呢 呃 这里 来 来 来 这一个点 到 这一个建构线的对称距离是 112 好 然后这边的弧的半径是 50 好 确定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 好 扫出除料 轮廓是这一个 然后路径是 草图式 好 然后完成 确定 好 这样就可以将 多余的部分 删除 好 来 然后接下我们看上面这里 好 来 伸长除料 点这一个 好 那这里呢 我们画一条建构线 一样 从终点画到这边的终点 好 好 转成建构线 然后呢 举行 用中心举行 找这一条线的终点 好 然后画一个举行 好 这边 呃 长度是 48 好 这边的距离是 80 好 确定 好 那这边呢 我们要做 完全贯穿 确定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倒角 倒角 来 这 一个边 来 一个边 两个边 三个边 还有这边 四个边 好 这边告诉我们两边都是32 距离 同等距离 这边 32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他的坐标 在这里 好 来 选择坐标系统 来 这个点 0点 然后S是在这个方向 Y是在这个方向 然后Y颠倒 来 确定 好 来 那我们来看题目的部分 来 第一题 好 表面积为何 来 表面积是 115 074.9835 好 第二个Z 坐标为何 好 来 Z是21.2047 OK 好 第三个呢 改变尺寸 好 来 改变尺寸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 深藏填料的部分 好 来 这边有改 好 这边 D1192 改成 190 好 240没有改 好 确定 好 高度 高度呢 D7 原本16 改成15 好 这把角度没有变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直虾草 好 直虾草的部分呢 来 D6 96 改成 95 95 好 然后 D5 48 改成 50 好 记得 没有变 好 确定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这边 好 编辑 好 这边 80 这个 没有变 好 来 然后 除料 除料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这地方我们看草图5 好 编辑 编辑 来 这边 D3 改成110 R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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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45 好 OK 然后刚才D2这个要改 来 确定 好 D2 这一个 这一个 呃 64 D2 改成65 好 确定 好 然后 呃 除料这个部分 啊 这个部分 80 好 来 这边有改 好 来 正式于 好 48 D4 改成50 改成50 好 然后 这边没有改 啊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题目的部分 好 来 呃 表面积为何 好 来 表面积是 呃 这边 呃 对 体积 好 不是表面积 体积 好 体积是 735 272.1742 好 然后 接下来 下一题 好 Z轴 Z轴 是20.9811 好 然后 S轴 A轴 134.3725 好 那以上这边 就是501的部分